小如 我妈今天买了很多你爱吃的菜 喊你晚上过去吃饭 好的 那我下班后就直接过去 你替我谢谢阿姨 要不你下午请个假早点回来 我怕我妈那么多菜一个人忙不过来 我们早点回去 你也可以帮帮忙 那也行 正好我下午也没什么重要的事 那我就早点过去吧 那就这么说定了 下午三点我就过来接你 小如和梁白开是相亲认识的 两人已经相处了五个月 双方都很满意 于是双方父母见了面 结婚就被提上了日程 南方彩礼出十万 结婚的日期也定了下来 这天 未来婆婆突然热情 邀请小如去吃饭 下午三点多 梁白开就带着小如到家了 小如随后就进入厨房 跟着忙活起来 晚餐时满桌都是小如爱吃的 准婆婆看着小如 直夸她勤快 小如 阿姨真的是太喜欢你了 前几天和你父母见面的时候 我一看就知道你们家 是很有家教的 在这样的家庭长大的你 一定是一个知书达理 善解人意的 令我意外的是 你还做得一手好菜 我真希望你能早点嫁进我们家 你看你长得漂亮 人又懂事 听说你在公司还干得不错 业绩经常比别人强 像你这么好的姑娘 怎么就让我们家梁白开给遇到了 这个臭小子太有福气了 小如被未来婆婆突如其来的夸奖弄得有点不好意思了 阿姨 你过奖了 我没有你说的那么好 生活中还有很多是需要我向你学习的 再说了 其实梁白开也是很优秀的 我也是运气好 这才遇到了她 小如 阿姨就喜欢你这实在劲 阿姨也是个实在人 所以我真的见不得你们婚后有任何坎坷 我希望你们能永远这么美好下去 谢谢阿姨 我知道婚姻是要共同维护的 我会尽力的 我知道你会尽力 但有些事情可不是嘴上说说就行的 还要看你的实际 行动 所以有些话我一定要和你说 阿姨 在我前面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 其实我家梁白开在认识你之前 欠了人家十万块 你说这婚前的欠债 是不是应该婚前解决 要是拖到了婚后可就不好了 小如内心非常疑惑 既然你们知道是婚前的欠债 那你们直接还上就好了 为什么要和我说呢 就在这时 准婆婆再次眼睛定定地看着小如 显得更加亲切了 好孩子 之前咱们两家都谈好了彩礼 我们加出十万 你看能不能从这十万当中 把你们欠的那个钱还上 这样你们也好干干净净 没有后顾之忧的结婚 阿姨 我没有明白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怎么是我们欠的钱呢 你不是说是两百开之前欠你的钱吗 话虽如此 可你们不是马上就要结婚了吗 结了婚以后 不就是一家人了吗 所以就是你们欠的债了 阿姨 你这么说好像不对吧 这个彩礼钱是你们加给我的 那就是我的个人财产 我不能拿这个钱去帮两百开 还婚前的债啊 小如 刚才阿姨还夸你善解人意 这点小事 你怎么就想不通呢 以后我们都是一家人了 你得懂点事 作为妻子 不能在金钱上 跟丈夫分得这么清楚 你要跟他有福同享 有难同当 这样你应该自己才能幸福长久 那我好好考虑一下吧 听了准婆婆的话 小如连一顿饭都没有吃好 回到家之后 她立即联系了两百开 两百开 我们在一起都五个月了 之前都没有听你说起欠债的事 之前到底是怎么回事 你要是不想让我知道 那你们家直接去还上就好了 为什么还要从你母亲的嘴里讲出来 让我去还这个钱 小如 你有所不知 这是关系到我之前那个前女友 所以我不好开口 你是不知道我那个前女友实在是太会花钱了 害我欠了一屁股债 你这话真有意思 你把钱给前女友花了 却让我来替你还债 我是冤大头吗 亏你家还想得出来这个主意 我们家不是让你替我还债 是让你拿彩礼出来还债 彩礼钱不就是我们家的钱吗 可你们的彩礼钱不是给我的吗 怎么又要拿回去 你怎么就想不通呢 我妈不是跟你说得很清楚了吗 你如果不懂 就去问问她吧 过了几天 梁白开妈妈又让儿子 把小如喊到家里做客 这一回没有上一次的盛情款待 甚至都没有准备小如的饭 小如 你看我把梁白开养大也不容易 他爸领那一点死工资 一年到头也存不下几个钱 我们真是省吃俭用 才存下了那笔彩礼钱 今天阿姨请你来 就是想再和你商量一下 我是这么想的 彩礼我们给你一万 然后三斤 我们另外再给你买 小如听着准婆婆的话 没有接话 她心里暗自想 本来说好的彩礼是十万 现在只给一万 说来说去 那个外债不还 还是想让自己去还吗 梁白开母亲见小如没有回答 她以为她默认了 于是继续说道 还有 之前梁白开答应给你买的结婚钻戒 我看就不用买了 那玩意也不保值的 我觉得买个黄金的戒指就挺好的 你看我结婚 那时候的戒指就是黄金的 到现在还是狠心 阿姨 你今天说的话我也会考虑的 我还有点事 就先走了 小如 这就是你不对了 上次你说要考虑 也没给我一个答复 这次我好不容易 为了你想了这个办法 你又说要考虑 我看你压根没把我的话放在心里呀 阿姨 梁白开每次有事情都是回家找你商量 我觉得我也应该回家找我父母商量 到时再说吧 就这样一个谈话下来 不欢而散 小如很是不舒服 可她内心还抱有一线希望 所以她不打算告诉自己的父母 于是她和闺蜜吐槽起来 那么闺蜜会给小如出什么主意呢 未完待续 下集更精彩 小如把自己的遭遇告诉了闺蜜 小如 听你这么说 你这未来婆婆不是个简单的人物 婚前她都敢这么指使你 以后指不定还有什么其他的事 是啊 我也是这么觉得 而且我每次过去他们都让我干活 这主要是你心太软 太好说话 我好奇的是 你男朋友家条件这么不好吗 那你们的婚房是怎么解决的 一提起房子 我更生气 我这些年上班也存了一点钱 我爸妈也给了我一些 手里总共有20万 上个月我和梁白开一起相种了一套房子 首付30万 当时我跟他说 他们家出首付 以后的房贷我们一起还 房子能不能加上我的名字 那他们家怎么说 不会又是他母亲不愿意吧 是啊 梁白开没有表态 反倒是我那个准婆婆说 房子首付是他们家出的 所以不可能写上我的名字 我也不是想占他们家便宜 我自己手上也有一点钱 于是我提议首付一家出15万 然后房贷一起还 相当于一个房子是共同买的 尽管我这么说 可梁白开却说这么重要的事情 要回去和他妈商量一下 可是到现在结果一直没给我回信 等我一个礼拜后联系他 人家房子首付都交完了 我那个准婆婆还说 买房子这种事不用你们女方操心 这都是我们男方应该做的事 你们结婚以后还要养孩子 要花钱的地方还很多 你的钱留着婚后慢慢花吧 你这个准婆婆是个人物 真是老奸巨华 太能算计了 我看是看出来了 他们家就是个大火坑 你可千万别往里跳 虽然说婚姻劝和不劝分 但我们是好朋友 我可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你做傻事 或许你现在是当局着迷 但我可以很认真地告诉你 但凡正常人都不会嫁到他们家 你可别当那个傻子 再说了 他的前女友你认识吗 连个面都没有见过 就要你出十万块 凭什么让你花钱 简直是天方夜谭 我是不认识他 但我看过照片 长得确实挺好看的 如果你见过照片 那你更要和梁白开分开了 他竟然还存着 前女友的照片 这是你怎么能忍得下去 其实梁白开为人还是不错的 就是他母亲不行 我感觉他的事情 只要他妈妈掺和进来 就完全变位了 你就别替他说话了 他要是真的好 就不会跟他妈妈一唱一鹤 引你入火坑 难道你看不出来 他们是一个鼻孔出气吗 他俩就是两个大葱炒菜 一个大葱味 一个唱红脸 一个唱白脸 就欺负你年纪轻 精力少 好拿捏 你要是真和他在一起了 你婚后流的眼泪 就是你陷在脑子里浸的水 好 我听你的 之前我自己也怀疑过这段感情 听你这么一说 看来真的靠不住 和闺蜜聊完后 小卢立即联系 梁白开提出分手 梁白开 我们分手吧 为什么好端端的 怎么突然就提出分手 不为什么 经过我深思熟虑之后 我觉得我们不合适 我们还是分手吧 不行 这是我要回家问一下我妈妈 你有没有搞错 因为我分手的事 也要问你母亲 难道她不同意 我们就不能分 可能吗 我还是先问一下吧 这是我们说了不算 很快梁白开的妈妈 就打来了电话 小卢 你们怎么回事 怎么突然就说要分手了 你们不是处得挺好的吗 是不是梁白开惹你生气了 阿姨 我就是觉得我们俩不合适 所以就和平分手 你们都交往了五个月了 怎么现在又说不合适呢 我感觉你俩挺好的 是不是你们之间 有什么误会 真的什么都没有 我就是觉得我们两个不合适 以后会有很多矛盾的 所以我选择结束 小卢不想解释那么多 可是梁白开妈妈不乐意了 你这人怎么这样 你给我说清楚 哪里不合适了 你一个大张文凭 长得也一般 我儿子又高又帅的 还是本科毕业 随便说一点 我儿子都比你优秀多了啊 你说他哪一点配不上你 你还好意思提出分手 你有什么资格提出分手 小卢被梁白开妈妈这一顿机关枪 直接扫射呆了 正当他不知道该如何回应时 梁白开爸爸说话了 闺女啊 你跟叔叔说说 这到底是因为什么 小卢看叔叔平时也比较和蔼 于是就把原因说了 他以为叔叔能说句公道的话 没想到梁白开爸爸缓缓的说道 原来是因为这个 那你们家可真能算计 为什么你们家非得要彩礼呢 难道结婚要彩礼有错吗 至少我认识的所有人结婚都有彩礼 那你为什么要跟那些人相比呢 你跟他们都是一样的人 要不你看谁家不要彩礼 你就让梁白开娶他吧 我就是一个俗人 就会认定彩礼 小如 你看你们俩都处了这么长时间了 两人的感情那么好 要是因为这点事就闹分手 以后你会后悔的 要不这样吧 这十万块钱不全 从你的彩礼钱里面出了 你和梁白开一人出一半 你回家和你妈商量 如果可以的话 就先拿五万块钱过来 这样就说明 你是真心爱梁白开的 真心愿意和他在一起 以后结婚的时候 我们再给你彩礼 阿姨 是你说错了 还是我听错了 我们现在还没有结婚呢 你要我给你五万块钱 这是什么道理 我说得那么明白 你怎么又不懂呢 看来你对我家梁白开 也不是真的 不过我们大人有大量 不会和你计较 你放心 你嫁过来之后 我们一定不计前嫌 一定会好好对你的 听到对方那么说 小如再也忍不住了 我说你是怎么搞的 怎么那么会想呢 你是脑子忘记充电了 还是今天忘记吃药了 想啥呢 你要搞清楚 现在是我要甩你儿子 我要把他甩掉 你还让我给你们出五万 什么意思 交保证金吗 好你个小姑娘 嘴巴很厉害 既然你不想储了 那咱们就别储了 咱把以前的账算一算 之前有什么账 你倒是说清楚 你和我儿子处这么长时间 我儿子也送了你不少礼物 你们俩一起出去 也吃了不少饭 还有他平时给你转的账 这不都是钱吗 你都要给我还回来 阿姨你说的真对 这个钱真得还 谁要是不还 谁就不是人 谁要是不还 那都该天打五雷红 小如挂了电话后 就把相处五个月来的账单 仔仔细细地列出来了一个 然后发给了梁白开的母亲 这个账单上显示梁白开 还要给小如补五万块钱 李强妈妈收到账单后 就像消失了一样 再也没有联系过小如 最后小如去法院起诉梁白开 最终拿回了那五万块钱 朋友们 你们在生活中 遇到过这样的人家吗